好欢迎回来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呢 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所知道跟你不知道的瑞士 过去我们听到瑞士去玩啊去爬山啊 我们都觉得很开心 但现在我们要透过这个报道 让大家知道台湾跟瑞士 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可以合并 而且合并之后更壮大 那么瑞士还有很多教育的环节 也是台湾所忽略的 那么到底怎么样来看待瑞士现在的状况 他跟台湾可不可以互补呢 好好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好欢迎一下我们远见杂志的资深主编 罗志盈 志盈好 亦芬姐你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坦白讲我看到你这个报道的时候 我其实有一点觉得有点就陌生啊 我们对瑞士的一个这感觉都是旅游嘛 观光嘛 对不对 一定要去瑞士爬山啊 去瑞士欣赏好风景啊 那瑞士跟台湾其实很像 真的 我去瑞士玩的时候 我就看到很多的那个火车啊 跟台铁其实是姐妹结盟关系 你去到特马特吧 对对对 因为那里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牌子 上面就是写台铁 没错没错 所以我老觉得瑞士跟台湾其实很像的 但我们觉得只有观光跟旅游啊 那这一次其实你们做到了企业并购 对不对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呢 这一次其实我们是接受了并购协会他们的邀约 并购协会他们其实长期 他们是集结了很多台湾的科技业跟电子制造业这些大厂 所以他们现在理事长是加斯达的董事长陈其红嘛 那他们其实并购协会他们有一个怎么讲有一个功能啊 是他们彼此之间会互相探讨并购的方式跟现在的机会 那他们现在就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外面找一些新的机会点 所以他们这一次有个机缘就去了瑞士参访 所以他们这一次就独家邀约了我们一起去陪他们去参访 所以小妹我就是陪着大老板们去看案子的感觉 那你去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以前去过瑞士吧 没有这是我第一次去 你看我去瑞士去两次我都是去玩的 哇哦 玉芬姐去哪里玩 我去那个 我去爬山啊 其实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去hiking 然后去爬山 然后呢第二次就比较轻松 因为第二次比较老嘛 就坐火车嘛 然后我第二次去的时候我还去 我去他一个小镇 他那个小镇呢全部都电动车 啊 侧马特吧 是侧马特吗 侧马特就是电动车 全部电动车 但是我不知道其他小镇是不是也有电动车 哦 对对对 然后我跟你讲完全都没有声音 所以你走在路上其实有点小危险你知道吗 如果你讲话嘻嘻哗哗的时候 其实车子经过你都不知道 是他们其实国家有一个安静条款 是就是如果你太大声就是会被罚之外 他们有主张就是大家都安静 他们的那个火车里面有一个车厢 上面还有一个符号是一个人然后手笔叉叉 就是这个是个安静车厢你进去的时候是不能讲话的 哎哟我记得我去的那时候很感动你知道吗 我们是带坐火车进去那个镇 因为他也不让你开游览车进去 对对对 车马特 对对啊那就是 然后你知道我们的游览车是进了火车 哇这么帅 是然后我们就我们在下面看啊 看那个车子怎么开进那个火车里面啊 啪啪卡进去 怎么这么帅我这次去没有看到哎 我几年前去啊真的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哎那你们这次去看到了就是在疫情过后啦 我觉得台湾的能见度一直在被提高当中啊 那台湾跟瑞士的话会有哪一些合作的关系 或者是可能性你这次有看到的 嗯我们这次其实啊 病毒学友他们是一个有目的性 他们是锁定了两个产业 但是我们当然也探讨为什么是这两个产业 他们其实锁定的是生计医疗 以及精密机械啊这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好像听起来有点道理 好像又不知道哪里怪怪的 哎我瑞士是工艺之国 对对我觉得他的精密工艺是啊 全世界都关注的 因为瑞士表吧大家都知道 但是他这个瑞士表有些渊源的 就是他们早期 哎其实呃我们两个国家有个相近的地方 是因为我们天然资源的非常的少 嗯对我们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其实很相近 差不多差不多大 嗯台湾是三万六千嘛 那在瑞士他们其实是四万一 其实真的是大一点点 那他们的中间全部都是高山 就像我们中边是 他们中间是阿尔卑斯山啊 我们中间就是中央山脉嘛 所以他们呃山高矿少啊跟我们一样 嗯是 所以他们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我们现在是觉得瑞士他的观光很美好啊 就好山好水 但在古代的时候就没什么东西跟别人换嘛 就穷国家啊 对没错没错 而且他是内陆国 然后他周边的这几个国家 法国德国 瑞士科斯登奥地利啊 以前的奥匈帝国 这些他们都是非常呃凶悍 以及就是侵略性很强的一些国家 所以他们长期以前啊 其实就是像我们其实也是差不多 就是我们没有什么跟别人交换的矿物 所以在经济结构上面并不好 嗯 但是他们在长期的这个历史发展渊源里面 有两个重要的关键 一个是中立国 嗯 但他这个中立国在古代一点的时候 就三四百年前的时候 嗯 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想要收拢他 嗯 所以他就很快的宣告说我谁都不靠 嗯 这个是一个中立国的概念 但是现在在近代这一百年以来 他在就是尤其在一战二战的时候 完全避开了欧陆的战火 他们在内陆国 他们他们国土已经有三四百年 没有直接的战争了 嗯 他们没有直接战争 但是他们这这个一战二战的宣告中立之后 其实就带动了后面整个经济结构很大的转变 嗯 因为我觉得啊 像你刚刚讲瑞士的表 还有呢 女生一定知道你想要用保养品的话 哎 你会选瑞士的 所以我觉得挑这两个产业其实是mike sense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欢迎欢迎来理财生活通我是夏韵芬在我旁边的就是我们远见杂志的资深主编了 罗志盈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台湾跟瑞士竟然是很速配 以前只知道国土面积大概是差不多的 没想到现在开启了两个国家可能好在产业上有一些互补或者是合作的可能性啊 那你现在看到是这两个产业那其实有进一步的一个诱因了吗 比方说是税制的关系吗 还是说这个两个国家的这个贸易往来特别友好呢 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两个产业我们这次去看 就是生计医疗这个部分的话 台湾其实在制药上面并不算非常优异 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学民药 我们没有发明太多的药 但是在瑞士他们很有名的瑞士的罗氏药厂诺华药厂非常的大 这个其实他们的生计医疗是他们出口产业的第一名 所以可以理解的 他们这个国家里面有25万的人口数 因为他们总人口大概是800多万嘛 他们25万的人是在从事跟生计医疗有关的医药产业 这个部分感觉上好像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这次去的时候刚好有一个桥段 因为我们是陪大老板去看案子嘛 所以就是会有很多新创团队来跟我们谈谈他们在做的案子 看有没有什么合作或是并购的机会 其中有一个呢他们就是在做 在做一个软体 这个软体是医药类型的软体是放在这个专业机台上面 它可以让就是超音波的图像变得更清晰 有点是AI制图的形式 他在谈这个的时候 我们台下的参访团队就是听嘛 就好像有点意思 然后呢但是这个新创团队是瑞士人 然后他就跟我们讲的时候眼神有点迷茫 讲完之后呢我们就问他说 对对对对因为他看起来有点confused 我们就问他说那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我们 因为对他来说我们是一群很奇怪的人 因为我们去了20个人左右 都是西装壁挺的大老板 的亚洲面孔 然后就说你们是在做什么呢 或者是你们介绍一下自己 这时候就是陈其红他就派了他的医疗的总经理 哈利哥就跟他介绍一下说 我们是在做电子组装厂的 那Kistar其实Jistar是在做这些电子零件 然后我们在全世界拥有非常多 大部分的monitor都是我们做的 在谈这些 讲了一个数字之后 这个瑞士人他的眼神好像有点明亮了 但是还是很confused 后来我们就想说 好吧那大概缘分就这样了吧 结果最后一个桥单我们就交换名片 这时候就有点惊讶 因为一换名片 他在我们的 他这个瑞士人在名片上看到BenQ的名字跟logo 哦BenQ在欧洲 哇 他就大吃一惊 他就说哈你们是BenQ 我们说对啊 然后他就说BenQ他知道啊 因为他的 他在欧洲的医院里面看到的机器 身上都是挂BenQ的牌子 所以他见过的 所以他很惊讶 他就说哇你们是做机台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启发是说 其实对我们来说 习以为常的ICT产业 对欧洲人来说是非常珍贵而特别的 他其实是很羡慕的 他觉得我们竟然可以用这样子的成本 做出这样的设备 而且是很好的设备 这是当然这个渊源是我们过去40年来 台湾电子组装厂供应链 然后这一些的酝酿下来 到了现在这个时代 到了什么都要谈AI的时代 连医疗设备当然也是在谈这些机台 所以台湾在医材啊 这个产业啊这个产业其实是非常蓬勃的 这个部分其实对瑞士人来说也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物美价廉 对不对 然后呢如果可以跟他们有一些这个互补的一个结合的话 我觉得那效应其实会更高的 尤其现在制药啊 他们在我们也有遇到就是在做研究的 因为一个台湾的台湾很优秀的一个医药的博士 他在那里做后研究 他就跟我们讲说 其实现在做这些医疗设备 基本上全部都是要用电脑去检测 所以他们来说ICT的这个导入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其实对瑞士人来说 他们是传统制药类型的 那但是他们非常羡慕我们在ICT上面的能量 那我们也我们也在从最古早的PC 一直延伸到现在做这些专业的机台 或者是特殊产业领域里面的机台 这个谋合其实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 那如果说合作的话 那他们一定会有其他的诱因嘛 税制啊或什么方面 这次也会有谈到吗 是云芬姐非常专业 一问就问到最重要的税制 所有人都在问税制 对对对 因为那个做生意江本求利嘛 是的是的 云芬姐你去旅游的时候 你会觉得她东西很贵吗 很贵啊 很贵啊 对啊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真的很蠢 我一堆朋友去买了一堆 你知道吗 那个像的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爬山 我也还没有去那个 就很早的时候去 然后他们都买了一堆回来 然后后来我 等到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我不小心有看到那只像 我走进去 我靠这么贵 然后我就骂我同学说 因为没有告诉我 他说你又不爬山 等到我自己后来爬山运动之后 我发现 哦哦他们东西真的好贵啊 真的很贵 我在那里的时候 我也稍微想要提察民情 对对对 当然老板们 他们都去逛劳力士啦 我都去逛超市 他们逛劳力士 你逛超市 对啊 这太好笑了 这太好笑了 然后我去逛了一下超市 我就想知道 他们都在吃什么 跟多少钱 那当然因为他们超市 也就是我就想要找 大概可以比较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半条吐司 就像我们加勒福吐司那样子 他们大概台币也要两三百块 要啊要啊 真的要啊 光买水买什么的都要几欧啦 真的真的 五六欧啊 是是是 然后就是我也想说 那中午吃什么呢 我就看了一下 他们也有像便当 那便当里面大概就是 沙拉或者是几片肉 我觉得感觉就跟我运饭团 只是散装一样 哈哈哈哈 对 但他的便当酱大概价格 就要至少五百块 最便宜的五百块 要要要 而且我觉得我吃两个都吃不饱 对 我觉得哇塞 其实物价真的蛮贵的 对对 是 在这么贵的情况下 我们当然也想说 那我们去瑞士 是去观光好了啦 不然我们就不要买东西 不然那么贵 这么买公司 怎么可能买得起 对对 就这个 这个很特别的是 我们就在这个气氛之下 然后我们在 我们也有参访一些 像搬官方的组织 它是有点像是 外贸协会这样 所以他们也是有负责 想要招揽国外的企业 去瑞士 他们一定很常被问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它贵 不是只有我们觉得啊 很多人都觉得它很贵啊 那他当然也就说 他们说有几个优势 那我们听 这些大老板听了 就觉得好像有点道理 最重要其实真的是税字 我们都知道欧洲的税很贵 但是瑞士税其实还好 我们去了就是比较工业区的 这个疏离市 这个联邦这一区的时候 那他们的税字 其实大约就是16到20左右 其实没有想象中的贵 然后但是他们最大的一个优因 其实是我们都知道 像现在台积电去 世界各地设厂 我们都在探讨工会文化 对对对 那瑞士他们一开始 跟我们谈的时候就说 他们的工会文化 其实是很薄弱的 他们觉得他们在 对企业来说的 聘股的这个条件 其实是很好的 因为他们怕工会太强 我觉得就是一个文化性格 对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 就大老板后来 就在旁边算给我听 他就说如果扣掉 其实如果以税来说 其实并不算太贵 那如果再扣掉这些工会上面的成本 算算加一加 其实也没有算特别贵 他们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对 那这个情境就有点特别了 那就是有一个买的机会点 那那个瑞士 其实大家很关注的一点 就是说刚讲过 也是个小国 没有资源的 可为什么从独立国之后 其实当他宣布独立 我不靠谁 但他有他的优势 大家都认为他很安全 对他的人才也是很多的 他致富的关键是什么 待会讨论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 远见的资深主编 罗智英来谈一谈 因为刚也有聊到了 他们的企业 谈到税制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谈谈 就是瑞士他为什么会致富 你刚刚讲过了 他也就是一个永久的一个 这个中立国 那我觉得这个优势 我觉得他是保有的 那另外就刚讲过 国土面积也不大 然后也是也没什么天然资源 那你说挖下去 也没有挖到石油 对不对 那他可以这样拼经济的关键 那全世界都觉得 钱放瑞士是最安全的 对不对 钱放那边去 那刚也讲过 还有很多的工艺的人才 对不对 那也有很薄弱的 这个工会基础 你觉得瑞士赚钱 或致富的关键在哪里 我们可以延续两个层次 就是说永久中立国 因为那地方相对安全 如果当年在一战二战的时候 孕分剑 你如果你是欧洲的 稍微有一点家底的人 开始打仗了 然后有个地方相对安全 你会把什么东西移动过去 钱啊 还有你的家人吗 对对对 这是一定的 所以这个时候 在一战二战之后呢 就是瑞士他们 其实吸纳了欧洲 大部分的资金 当然也吸纳了 大部分的人才 所以我们很著名的 像爱因斯坦啊 他们都是在大部分 因为就是很多犹太人 往那里移动 流亡学者嘛 那他们在那里 做了一个研究之后 研究这种事情 是有一点学派 跟一脉相承的 哦 这很重要耶 所以欧洲 其实瑞士 它是 它这个国家 出了15个诺贝尔奖得主 天啊 他们是全世界 人均诺贝尔奖得主 最高的国家 现在有这样的数据 我也是觉得很奇妙 但是他这15个诺贝尔奖 其实多半都是 化学奖 物理奖 这种基础类型 哦 还有医学奖 三种类型的奖 那但是这个15个人 是拥有瑞士籍的 诺贝尔奖得主哦 如果他们算上 就是曾经在诺贝尔 曾经在瑞士求学 或是做研究的 超过30个 非常的多 所以他们这个 在研究的 这个领域的学风 其实是非常鲜明 而且是非常特别的 所以其实瑞士有很多 著名的学校啊 刚刚讲到 像是树立士大学 树立士理工学院啦 就是所谓爱因斯坦的母乡 ETH 对 那还有很多 我们都很详细哦 比如说洛桑管理学院 有 还有学什么观光的人才 还有世界上第一名的 观光的这个学院 他也有世界上第一名 餐饮学院 全部都在那里 这个历史源远是 一部分是学术的领域 是这种比较基础科学类型的 另一个领域 其实就是因为 这些人才汇集之后 他们有基础科学的 研究的这个基础之下 带领了一些新的 新现代的一些新的学科 比如说他们把餐饮 变成是一个学科在研究 以至于他们变成 最厉害的一个学院 这些都是有道理的 但是这个层次里面呢 又分了一个很大一个部分 刚刚我们提到的是 外面的学者来这里嘛 但他们自己本地的 教育体系很特别 他们是有个非常著名的 叫双轨制 这个大家都听过 也就是说除了大学之外 他们还有 技职理工学院的这个领域 但是他们技职理工领域呢 跟我们又有点不一样 就是他们大约小朋友 在11 12岁的时候 会做一个大致的学测 会有像检订 但是我们真学测 好像就是想要替他们分级 但对他们来讲 他们好像不是这样的想法 他们想法比较像是分群 就是如果你的 你还是他们 他们 他们会先一开始就筛选 你是大约可以念一般大学 一般高中 最后去念一般大学的 那也有一个领域呢 在12岁的时候 他们就会做说 那我可以去做其他类型的技职学校 所以他们这个分类之后 当然他们每一年都会再进行一次检订 你可以选的 你有一个自由意志可以选 但是最特别的地方是 比如说我进入高中之后呢 是假设有一百个学生 他是三分之一 比如三十几个人 他们是进入理科技职的 所以有剩下三分之二是进入一般高中的 但是毕业的只有三分之一 从高中毕业的只有三分之一 中间的人他们去转换变成去技职 所以他们每一年会再进行一次筛选 所以最后会是一百个国中生毕业之后 会有三分之一的人去念大学 因为中间又经过了一次的淘汰 而且这个过程呢 我们称他淘汰好像也很奇怪 因为他们好像不是这样想 是他们觉得反正我就不适合 你看那如果说应照到台湾的话 那不是补习 非得去进大学不可 对不对 然后一定各种补习班都出现了 我觉得这个是跟社会氛围有很大差异 因为他们的人并不觉得念高中念大学特别了不起 因为他们在技职这边给他很高的credit 他们觉得这种对在专一单一技术上面非常有 不然他们瑞士表怎么能够变成全世界第一 也是有点道理的 他们很早就对于这种技艺 这种工艺类型的这种技术是非常推崇的 没错没错 因为我第二次去瑞士的时候 其实有一些参访嘛 那当时有一个翻译的时候 他们不喜欢用工匠 因为他们觉得他们不是匠 他们觉得是一个艺术 所以他们找一个那个修表的 有点年纪 师傅吗 我觉得非常大 但是他的谈吐啊 非常的优雅 我觉得跟那个品牌 非常的一致性 是啊 你看就是像是这样的人 他们非常的推崇自己 在做的事情 他们才能够创造 这么有艺术价值跟精致的物品 对我觉得这是有点道理的 那他们考大学也很特别 我们刚才已经听说他这个筛选 只要到大学会进行另外一种筛选 他的筛选有点难哦 就是比如说我们大家台湾喜欢的人就念医科嘛 OK 念医科你可以念每个你从高中毕业的这三分之一的人 通通都可以念 你想要念你就念得到 只要是你在本地念书的人 你想要念医科你只要申请就申请到 但是他们每一年会考试嘛 一样会有这些考试 你只要厚百分之四十 厚百分之五十的人 你就会被淘汰 比如说假设我很想念医科 我就决定我要去念医科 可是呢我考试考六十名 总共一百个人的话 六十名我明年我就会被淘汰哦 我就不能明年念明年 但我可以明年再申请一次 我要念医科 我被淘汰之后我就再念 我就说我想还是想念医科 最后呢我去念医科之后呢 剩下的百分之 我又掉到了后面的五十的时候 连续两年之后 你第三年就不能申请医科 哎呦可是我跟你讲 就是对照到台湾的话 我觉得还是 大家都受不了了 对我觉得大家是受不了的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分享更多 好我们持续跟我们远见杂志的 资深主编罗志颖来谈一谈 因为我刚刚其实很好奇 我在广告时间还在问了 就是说他们应该有义务教育 是的 那医务教育他们是到几年 一样是跟我们一样 九年国教然后十二年 但是这个十二年中间的 就是他们的年 怎么讲 他们的小学跟国中 有五年四年的版本 有六年三年的版本 他们是邦连职 他们一个这么小的国家 有二十六个邦连 每个邦连可以有自己的制度 他们的总统是一年一换 是不是也很妙 对对对很妙 而且他们总统就是公务人员 也没什么礼遇啊 没有没有没有 他们的总统很特别 他们只有七个党 七个政党轮流 所以他是一年轮一次 就是七个政党轮流 当这个总统 所以他们总统只是代表 他们国家出席 并没有一个实际真正的权利 因为他们很喜欢公投啦 什么都公投一下 对我觉得挺好的 是的 那他们怎么吸引这么多的外国的人士去那边念书啊 他们的那个制度也一样吗 外国制度 外国人来就不一样 外国人来当然就是凭实力申请啦 但是他们的大学大约有三成是外籍生 然后他们的研究博士型的 硕博士类型的有五成是研究人员 对 刚刚我们提到那个大学那个 我觉得有点难的是说 我乍听之下觉得这好像残酷舞台哦 但是他们的人好像蛮习惯的 因为他们 他们就觉得 因为他们这样子的筛选 你就会 怎么讲 我觉得他们 他们有一个气氛是 呃 你必须要知道你自己 在什么领域特别擅长 对 对 但是因为你长期是一个这样的教育季度 所以他们念医科毕业的人 他们也会尊敬念文科毕业的人啊 因为你念文科毕业不代表念医科人 念那个就可以得了 耶 对不对 他们就会慢慢的演化出一个对不同类型的领域的 你可以毕业都了不起 对不对 因为你就那个领域特别厉害 你看在台湾 台湾还是做大医科啦 当然医生就是技人嘛 这都很重要 然后你不然就念IT的对不对 然后进入半导体的 哇科技新贵对不对 你们做媒体的 真的我们写字的写字的写字的 赚不了钱 也没什么地位 我们贩卖理想的 我觉得这在台湾就是在薪资的差距上 真的是蛮大的 是的 对可是在我我我看到瑞士有一些报道 就是各行各业 他们的那个薪资的一个那个差距的幅度 我觉得不是那么大 是 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你们这一次有一张那个照片 我觉得很感动 好像就是你们去拍的嘛 有一个那个像一个年轻的那种大学生一样的 他去做那个无人机的一个引擎 所以所以他你看很开心 很骄傲的 是的 是的 我们在 您看到这张照片是我们去了 ETH他们的一个产业日 他们平常 每个每年都会有一次的 就是 连接产业跟他们的学校的学生的一个 有点像媒合会然后也有包括论坛这些 那当然他们近年 因为他们的这个国家的产业属性的关系 所以医疗类型跟生技医疗还是非常多 对但是我们也看到非常多跟医疗材料有关的 就是那些设备 很厉害的轮椅啊 就是轮椅坐在上面 它就可以感受你身上所有的洞层 如果我举一个手 轮椅就会站起来 你就会站坐在轮椅上 轮椅会让你直立起来 他们就是在展示这些新的科技 那这个轻人的他们也是 他们近年对于能源上面的这个新创也非常的多 但能源就跟他们过去的工具机的延伸是有一点关系的 就像是看到这个轻人飞机的这个引擎也是这样 那最近的能源议题主要还是恶物战争的影响啦 他们对于这种干净能源 或者是永续能源有非常多的想象 所以他们看到我们是台湾来的 也马上就问我们好多关于这种自通讯相关的议题 这个这个年轻人长得帅帅的 他也一直问我们说 哇塞那你们那边做这些东西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啊 如果我要寻找这个机会的话 我可以找你们什么样的单位去驾谈 所以我看他们的一个教育制度啊 就是说对于那个各行各业会依照你的兴趣 然后透过筛选的制度让你找到你真正的方向跟你的强项 所以他们失业率很低我觉得是应该是有这个道理的 真的你是适合做什么 有时候我跟你讲很多大学生都不知道 你要做什么都可以 或是想做什么不知道 对 他们很早就开始想这个事情 我觉得12岁就开始进行第一波检定了 对 然后你进大学看起来是很容易的嘛 是啊 但是你要毕业是蛮难 好难啊 你要进高中也不难啊 但是你要毕业也好难哦 你就要你要你的同伴同友一半没有办法毕业 嗯 那我觉得真的 嗯 你就会 你就会开始想说 我就不要念学术理论类型的一般 一般科系嘛 我就开始进行 他们有很多很多 他们有很多产学合作类型的案型都很好玩 比如说你去做钟表 他们有学徒制 也就是说我五天的上课时间 有两天半是在那个地方学记忆的 他这个是可以转换成他的学分的 他们对这个的 这好像七八十年来都是这种类型 他们很喜欢他们这种 产学合作类型的技职教育 嗯 那技职教育你看又踩到台湾很大的一个痛了 是啊 就早年他其实台湾其实有很多的专科学校 那个技职真的做得不错的 是 然后后来全部都变大学化之后 对不对 然后这个人才也缺乏了 对不对 然后大家都要抢进大学了 是啊 然后有一些大学升格之后 那也要面临这个倒闭的危机 所以整个从国家政策来讲 特别是选举到了 没有人提出这个教育政策 让我觉得真的蛮难过的 好 我们今天了解一下这个 你所不知道的瑞士 也非常谢谢我们远见的资深主编 罗志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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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众朋友 I like healing sound I like radio